一战过后,德国作为战败国签订了极其屈辱的凡尔赛合约 根据合约中的要求,德国的国防力量被大幅削弱 那个当初在一战中EV5陷入绝境还能重创对手的德国军队 现在只能保留不到10万人,并且不能拥有坦克和重型火炮 就连德国西部莱茵河地区的领土也被法国占领 同时要求德国在莱茵河西岸50公里内不得设防 诸如此类的条令就像是一道道封印 将德国牢牢地封锁起来 直到有一天,一个男人出现了 宛如深渊里的恶魔将这些施加在德国身上的枷锁层层崩裂 这个男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之前我们讲过,希特勒是如何一步一步登上权力之巅 将一个濒临崩溃的国家从深渊里拉了回来 今天就让我们见识一下,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是坐勇者 为了发动战争,在各国之间的极限拉扯,破除封印的天秀操作 1933年1月30号,希特勒通过走后盟的方式登上了德国总理的宝座 从这个时候起,所谓的魏马共和国也就正式宣告了死亡 德意志第三帝国由此诞生 在掌权初期,希特勒对于外交事务的处理显得非常谨慎小心 并且在接见每位外国领导人时,表现出的都是兵兵有礼,竟显声势风范 但是在这虚伪的表面之下,希特勒却是暗地里悄悄地推进德国武装 可是想要德国再次武装起来谈何容易 根据凡尔赛合约的规定,德国不管是接受军事训练的人数 还是义务兵役制度全部遭受到了限制 德国的义务兵役制度和如今的斯密达征兵制度相同 要求全国士林男性都要参军一段时间,接受军事训练 这个制度保证了军队的兵员补充 万一发生战争,将会有用之不尽的士兵来为国家效力 可能有人会想,德国能不能悄悄地恢复征兵制呢? 要知道一旦征兵制度发布,这就意味着全国人民都会知道自己 或者自己的孩子应该在什么年龄去参军 可谓是仁尽皆知,这是瞒不住的 但是一个契机的出现,打破了僵局 1935年1月,德国割让出去的萨尔地区迎来了全民公投 这次投票的结果将会决定,萨尔地区到底是回归德国 还是成为法国的一部分 首先这个地区大部分说的是德语 其次呢,作为被割让出去的领土 这里长期遭受法国的剥削 法国这段时间都快穷疯了 就连法国村长穿的裤子都露着定了 更别提萨尔地区的百姓了 那肯定都光着定了 一边是眼冒绿光的法国鬼子 一边是包吃包住包工作的祖国 只要不傻,相信他们都会选择德国 但是这件事情在希特勒的眼中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希特勒下令让所有宣传部门火力全开 大肆宣扬疯狂作秀 搞得最终投票结果好像是他一手促成的一样 很快结果出来了 超过90%的人选择了纳粹政权 就连左翼政党中都有三分之二的人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这对于希特勒来说就像是走在路上捡到了豪华大礼包 帮助其在国内获得了大量的支持 他借公投的结果大肆宣扬 表示德国从来没有,也不会破坏和平 和此对头法国之间的血海生仇也会慢慢改善 轻如一家 为了促进世界的和平 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 我德国要在日内瓦向全世界提议大裁军 欧洲各国一听这个消息顿时感觉 哎呀,浪子回头啊 然而就在日内瓦裁军大会的现场 德国要求为了世界的和平 干脆所有国家都把军队裁剪成德国军队的水平吧 也就是说不到十万人 连像样的军队都拉不出来 更别提打仗了 在场的各国大使都被希特勒的骚操作给惊到了 你说裁军搞了半天是裁别人的军队 这谁能答应你呢 希特勒一看这群家伙果然没有一个同意的 于是开始扣起了大帽子 表示欧洲各国心怀鬼胎 破坏裁军威胁和平 好,既然你们都不愿意裁军 那么为了世界和平 我德国不得不将军队水平提升到和你们差不多 这样的话咱们实力相当 谁也别说谁 1935年3月16日 希特勒会见了英国法国两位大使 并且明确表示要恢复征兵 将军队扩充到55万人 法国大使当时就坐不住了 死活都不同意 老子和你打了几百年 你德国安的什么心能瞒得过我吗 要是让你扩军 你这孙子第一个想弄死的肯定就是法国 事实证明 法国这次确实是想多了 这个我们稍后再说 英国大使的反应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英国只是反问了一句 你海军扩不扩 希特勒表示 不扩 英国大使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 随即向希特勒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为什么英国人的态度如此耐人玄位呢 原因无他 因为英国从来不希望 欧洲大陆出现任何一个实力超群的存在 他只想欧洲各个国家 能够在实力相近的情况下 相互制衡 互相牵制 也就是所谓的大陆军事策略 一旦这个平衡被打破 那么势必会威胁到自己的本土和海外殖民地 所以英国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 必然会从中调和 希特勒就是抓住这个特点 堂而皇之地恢复了征兵 而面对希特勒单方面撕毁凡尔赛合约的行为 英国只是公开谴责 你德国的行为太调皮了 法国有幸想和英国再次签订 共同防御德国的协议 但是被英国拒绝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